台湾每年约有500个家庭被迫跟癌症展开长期抗战 所有儿童癌症中以儿童脊性淋巴性白血病占比最高 发生率高达25% 平均每4个癌童就有1人是脊性淋巴性白血病 以3到5岁间儿童伪罪多数 更是儿童死亡癌症之首 由于初期症状不典型 儿童癌症基金会建议家中儿童出现 骨骼或关节疼痛 皮肤红疹等8大症状 应提高警觉 及时进行骨学与血液检查 争取更高的治愈机会 急性淋巴性白血病并没有一个特殊的症状 说有这个就一定是什么 我没有办法这样子的诊断 所以这个是我们觉得很困扰 在有强力治疗武器的今日 基金会鼓励癌症家庭不要放弃希望 只要采正规治疗约有8到9成癌童 等在第一线治疗时治愈 目前临床上有传统细胞免疫 及细胞免疫两种治疗方法 尤其细胞免疫治疗可精准杀灭癌细胞 国内已有一例成功个案 过去其实这一到两成也可以用造血液体 造血干细胞移植来遂行治愈的目的 但是我们从今年开始 我们成功的运用细胞免疫治疗 来治愈目前男子型的癌童 每一个症状都要像我一样 要稍微去留意一下 不要太轻忽 基金会在成立40周年之际 首次举办亲子共学图文特展 请判透过丰富的图文绘本 带大家认识急性淋巴性来学病 并邀请黄子娇担任公益活动大使 用知识掌握黄金治疗期 夸解离病焦虑 原知新闻胡春八度台北市采访报导